画木兰真人版电影快上映了 大家迫不及待想要观赏这部电影了 现在我在画它其中的一个海报 就是这一张 但是我想把它画成另一种风格 会画成怎样 大家拭目以待吧 大家好 最近我看了画木兰真人版的一高片 这部电影由华德迪森尼影片公司出品 It's produced by Walt Disney Pictures 主角画木兰由中国女演员刘亦菲思远 为寻找与画木兰气质降服的和色人选 迪森尼举行全球海选公开争选主演 这部电影的选角导演团队 为了寻找适合该角色的演员 辩访无大招 适近了近千位演员 对这个角色的要求 要有花木兰聪明勇敢的性格和擅长歧视 勇于拼杀的英雄气质 又要会说英文 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明星素养 刘亦菲 我想大家应该都十分的熟悉了吧 说起刘亦菲 大家肯定能想到神仙姐姐 当年凭借一部神雕侠里中的小龙女 迅速活遍了大江南北 一身白色的衣服 长相青春凌去 气质非常独特 那骨子掀去更是很多人无法模仿的 饰演过小龙女这个角色的很多 但是能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柳亦菲出演的小龙女 鲜气十足 她有一个姿色很独特 很好看 以后有空我会把它画出来 现在我要画的是 画木兰其中的一个海报 就是这一张 我很喜欢 但是我想把它画成另一种风格 会画成怎样 大家拭目以待吧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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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